請啟動 科技巨頭大合體 宣告AI國家隊正式成軍 5年將要投入160億 我小女兒問我說 你要去幹嘛 我說我要去科技部 那她就跟我講說 你又不懂 你最好少講一點 女兒拼命求老爸 不過仔細看現場 真是黃金陣容 光達市值2155億 華碩2106億 富邦市值5000億 三位領頭羊市值進兆元 憑AI很有信心 像富邦產物保險 它有60%的這種 健康意外險的理賠 都已經是透過AI的方式 自動來完成 30年前我說 用PC來改變世界 我們做到了 那現在是 我們重新再來新一波 我們用AI的support 我們未來的經濟改變這個世界 由廣達董作林百里號召 年底前要建置AI雲端平台 目標在全球500大抽籍電腦排行中 進入前30名 所有的個人還有產業鏈 頭上就像都長著這個智能天線一樣 全部會串在一起 AI就會變成無所不在 AI組對打世界杯 反觀手機界不太和平 傳出郭董搶下王雪紅的心機訂單 就是這台Google的Pixel三星機 預計10月上市 知名爆料達人指出 Google將首次找來紅海代工 取代原本的LG跟宏達電 跌破市場眼鏡 尤其是去年有那麼多的人才 被從HTC移到了Google 所以長遠來說 它的手機業務可能是一個 非常值得擔憂的一項業務 人才外流後在全球市占低迷的HTC 宛如又被潑了一桶冷水 東森財經新聞的志留子騰 台北採訪報導